大家好 現在要介紹一首我之前就說過要介紹的歌 也就是用T1213121這個指法來彈 就很好聽的歌 這一首是George Michael在90年代 我有點不清楚是1996還是1995 大概是這個時候出的一首歌 叫做You have been loved 非常音樂性之外 他歌詞的意涵我也非常喜歡 他歌詞是在講George Michael他的初戀情人 已經過世了 他跟他的初戀情人的媽媽 一起在他的墳上獻花 他的媽媽鼓勵George Michael 不要因為這樣子的打擊 喪失了自己的信念 不要懷疑自己的信仰 歌詞內容大概是這樣 但我說的沒有辦法很精準的傳達這個意境 我覺得最好是你自己去聽這首歌 然後去深入了解這首歌的故事會更好 那我們現在來把重點放在這首歌的彈奏上面 我在這首歌的彈奏上面 當然用的就是T1213121的指法 這個彈法通常所謂的T就是拇指 一是食指 二是中指 三是無名指 但是 一樣的彈奏順序 我改變了使用手指的方式 就是我的拇指會負責兩條弦 然後搭配食指跟中指 我不太用無名指 我用這個方式來彈的原因是 這個手指跟弦的Touch的感覺會比較接近我想要的那種音色 講到這一點有人在我的其他影片下面留言說 彈吉他的時候指甲一定要留到一個適當的長度 不然會怎麼樣 忽然大概是這樣子的事情 我想說彈音樂 玩音樂其實沒有什麼是必然一定要怎樣才能怎麼樣的這樣子的事情 特別是音樂它之所以為藝術 就是它主要是承載了人的一些思想 重點是你怎麼樣去運用這些音色 所以沒有什麼音色是絕對正確或絕對不正確的 當然也沒有什麼指甲的長度是絕對 絕對正確或絕對不正確的 那事實上 在這首歌的錄音的過程當中 我想要嘗試的是 用更輕的方式來彈 然後盡量用多一點手指的肉 甚至完全最好可以不要用到指甲去碰到弦 我想要那種溫暖的音色 不過在實際上錄的時候我發現 還蠻難做到的 我只是盡力去接近 去呈現我想像中的那種結果而已 大概上是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會慢慢的介紹這首歌其他的cover的過程 包含我怎麼樣去錄製這首歌的節奏聲部 這首歌的節奏聲部也非常有趣 因為吉他在本質上 它既是旋律樂器 也是和聲的樂器 也是節奏樂器 在這首歌裡面他的原曲的吉他 幾乎是每拍都乖乖的彈兩個音 也就是所謂的八分音符 一拍兩個八分音符 在這樣子的彈奏情況下 我甚至覺得他用吉他的這種規律的速度 來帶出整首歌的節奏感 雖然這首歌的節奏聲部 爵士鼓在這裡面也有演奏 但是他在前奏的時候 以及在尖奏的時候 他為了讓尖奏跟前奏的小號比較突出 所以在爵士鼓的那個樂器 他幾乎只用了非常清淡的hi-hat 我甚至覺得他那個打hi-hat的鼓棒 應該不是一般的鼓棒 可能是樹棒吧 打起來會有一種鬆散 但是又脆脆的那種 比較多層次複雜的聲音 我認為是樹棒來打的 然後在進歌的時候 就是開始唱的時候 才會開始加入了小鼓的音色 但是他打小鼓的音色用的是 有人說是side stick 或者是叫做cross stick 意思就是說用鼓棒去敲擊小鼓的邊 用這樣子的音色來打在每個小節的二四拍 會有這樣子的打法 那個打法好像又叫做rem click 那個音色應該叫做rem click 就是在主唱開始唱歌的時候 這時候鼓的增步才會再多增加一個rem click的音色 就是用小鼓去打在 用鼓棒去打在小鼓的鼓框上面 那在錄製的時候我想要試試看不同的打法 我已經試過了用樹棒來敲擊hi-hat 那效果其實沒有達到我預期的效果 可能我的錄音技術跟演奏技術也沒那麼好 另外是在 在二四拍的那個音色 我後來在台灣的中部找到一個非常好玩的樂器 在一個五金行大賣場裡面 找到一個原來不是為了玩音樂而設計的一個物品 但是我覺得它很適合拿來當樂器 晚點也會介紹給大家 那至於節奏的其他聲部 除了我用的那個奇怪的樂器之外 我可能會試試看用鼓刷 我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 我試試看之後再決定 用哪個聲音是最理想的